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根据了行政院环保署的统计 在2014年的1到10月份 国内垃圾生产量是将近618万公吨 算起来每天平均是2万公吨 而每个人每天的垃圾生产量 这大约是0.86公斤 这其实算是少的了 因为看到像美国全世界排名第一 每人每天就可以产出2公斤的垃圾 全球最高 其次是瑞士的1.89公斤 而在亚洲的部分 像是韩国每人每天垃圾量1.04公斤 在日本也有0.96公斤 不过随着这现在生活真的很方便 大家很习惯东西用完就扔掉 所以我们对于垃圾的产量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塑造包装的部分 根据行政院的统计 台湾垃圾的主要是纸类 厨余类还有塑造类是最多 几乎占了所有垃圾的9成以上 在其中厨余类大约占比第一的 这其实组成有将近4成左右 再来是纸类的38% 接下来塑胶类则是有15% 不过看到这几样 厨余可以分件 纸类可以回收 那么塑胶怎么办呢 垃圾当中的塑胶总共看到 就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地复杂 在产品的部分 我们一般会看到像塑胶袋 或者是像包装膜 还有一些复合的塑胶材料等等 这应该怎么进行回收处理 其实都不太一样 而在中国因为网购很发达 一年有高达206亿件的快递 让包装后材垃圾 爆增出来 而另外像全世界 大家都很喜欢喝的饮料咖啡 因为现在有胶囊咖啡 结果多出了很多垃圾 有一份统计 2012年一共卖出了 270亿个胶囊咖啡 制造出了超过9万顿的垃圾 这真的很难处理 很难回收 所以像是在德国的大臣汉宝 他们就说从政府开始 就发起了聚买行动 甚至是连胶囊咖啡机的发明人 都跟民众呼吁 说不要再喝胶囊咖啡了 现在有多少人购物 根本不出门 大陆邮政局统计 2015年快递业务量高达206亿件 增长48% 包装用的箱子 几乎是通通变成垃圾 家里空间也有限 然后如果说放在哪儿 比较沾地儿 赶紧打队也卖不了几块钱 浪费的可不只是纸箱而已 一件快递包装 通常涵盖七大类 以2014年的业务量来计算 全大陆一共用了快递单 140亿张 编织袋20亿个 塑胶袋55.84亿个 信封套21亿个 内部填充物20.1亿个 其中包装箱67亿个 可以放满20万个足球场 而粘贴用的胶带长度 接起来有114.5亿公尺 能够足足绕地球200圈 而这些快递垃圾 特别是塑胶制品 一旦燃烧 就会产生埋严重污染空气 于是现在就有网购公司 利用消费积分 鼓励民众回收快递纸箱 也有新创公司 看准网购链下的绿色商机 开发资源回收APP 民众手机预约就有专人上门 用了互联网这样有技术之后 它所有的交易都是记录的 那所有的垃圾的流向去了哪里 也都是可以监控的 根据统计 2016年大陆快递量 还会成长30% 将超过275亿件 电子商务的发达 恐怕造成环境危机 但民众环保意识 若能抬筹也可以化危机 为黄金 放进咖啡胶囊 盖上盖子 再按下按钮 很多人一大早精神的来源 就靠这一杯香浓存护的咖啡 方便的咖啡胶囊 风靡欧美 省去煮的过程 只要大约一分钟 就有精品咖啡的口感 最早在1986年 瑞士的雀巢公司 推出第一款胶囊咖啡 15年后打入美国市场 最近几年开始在亚洲盛行 光是2012年 全世界卖出了超过 271个胶囊咖啡 许多业者也投入咖啡机的生产 大批钞票不断入带 不过小小一个咖啡胶囊 却有可能成为我们周遭的环境杀手 一年超过200亿个胶囊咖啡 用完后产生的垃圾总重量高达9万吨 另外还有外媒统计2014年使用过的胶囊咖啡 如果串联起来可以绕地球大约12圈 而这些由铝塑胶和咖啡粉组成的杯子 如果留有残渣将会更难回收 在德国美爱出8杯咖啡 就有一杯是胶囊咖啡 为了减少胶囊咖啡 对环境造成的伤害 德国汉堡市政府一月颁发 一份绿色采购指南 明定政府机关禁止购买胶囊咖啡 有业者为了挽回形象 也开始致力胶囊回收 有业者把胶囊杯内外层隔开 外层的塑胶和咖啡渣可以回收 但仍然有风膜和内层绿纸 会成为垃圾丢弃 美国胶囊咖啡机的发明人希尔文 就曾经公开表示后悔发明胶囊机 认为制造了大量垃圾 破坏地球环境 甚至呼吁聚喝胶囊咖啡 但根据2013年的统计 美国每三个家庭就有一台胶囊咖啡机 不只咖啡有胶囊 现在业者还发明了气泡饮料胶囊 透过二氧化碳钢瓶加上风味胶囊 就能自制碳酸饮料 尽管业者试图用回收材质 改善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 但仍有专家认为 胶囊咖啡的问题不在回收 而是要减少使用不必要的物料 因为不用比用了再回收 当然更加环保 塑胶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材料之一 干脆统计在2014年 就制造出超过3.1亿公吨的塑胶 而现在在海里头的塑胶垃圾 则重达了1.5亿公吨 大约是鱼类的五分之一 一项最新调查就发现了 全世界的海洋有总计5兆件的塑胶垃圾 总重则是将近27万吨 这里头真的什么东西都有 从塑胶袋到破碎的鱼具 无所不包 而它们不只会随着洋流到处飘 也会累积在五大海洋环流处 再四处散布出去 而环流就有点像是碎纸机一样的概念 就把这些垃圾都给搅碎了 然后再散布出去 再把这些垃圾甚至再次的集中 就导致每个主要海洋 都有布满垃圾的环流区 就好像在太平洋有一个大垃圾袋 这些垃圾分布的面积其实很大 甚至几乎是一个美国德州的大小 而海洋当中的塑胶垃圾 当然就会对于海中的生物带来危害 比较大型的塑胶垃圾 可能会困住海豹 而比较小型的则会被鱼给吃进肚子里 而塑胶垃圾还会跟着 吸附到一些油性的污染物 这么吃进去之后 等于是长期又慢性的 让这些海洋生物就中毒了 而最终食物链的顶端就是人类 还是会回到人类的肚子里 在去年10月 台湾近海搁浅了一只母香精 经过了成大鸡豚研究中心解剖之后 非常惊讶地发现 居然在这母香精的胃里头 有很多的垃圾袋还有渔网 而且这些垃圾的体积等同于一台 挖土机这么大 令人触目惊心 黑色旁然大物在海中载浮载成 这是去年10月15号 在嘉义东时外海搁浅 身长15米重达23顿的抹香精 第一天被发现的时候 不止尾巴受伤 身体还有严重撕裂伤 三天之后宣告伤众不治 而沉湿巴掌溪出海口 出到好几副怪手 把肢解后的鲸鱼尸体就地掩埋 承大海洋生物 继鲸豚研究中心 联合嘉义县市救难协会 动员上百名人力耗费好几天 才将抹香精尸体 从嘉义运到台南城大校区 经过解剖之后发现 死因并不单纯 看来染烂的物质 其实是塑胶带和鱼网 人类任意抛弃的大量垃圾 塞满抹香精的胃 害它无法进食 间接导致死亡 它的胃里面有垃圾带跟鱼网 当然这个不是直接知识 不过因为有垃圾带跟鱼网 会造成它设食山有困难 蔚蓝的海洋成了人类的垃圾场 根据统计 全球总计有五兆件塑胶垃圾 在海中浮浮沉沉 不只让鸟类鱼类雾食 塑胶垃圾也会造成化学污染 破坏海洋生态 为在基隆的海洋大学研究团队 就曾经发现好几只绿溪龟 经常雾食塑胶袋 或被鱼网各段下颚 导致无法进食 进而死亡 海洋垃圾蛮多的 所以不只是鲸豚 其他的海洋生物都 多多少少都有吃到一些垃圾 海鸟 无海龟这些 海洋的污染程度正在迅速扩大 如果无限制使用塑胶制品 或者滥用塑胶袋的习惯不改 破坏海洋生态的罪名 你我都得负起责任 在这地球上 应该所有人都接触过塑胶 超过四分之一的塑胶制品 是用在包装上 不过再使用率非常的低 以纸类来说 回收再利用率有到百分之五十八 钢铁更是高达了百分之九十 但塑胶呢 居然只有到百分之十四而已 而且让人非常担心的是因为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塑胶 根本没有进入到回收的系统里 它们要不然呢 就流入到了大自然的环境 要不然就是堵塞在公共建设当中 根据了环保署的一份统计 台湾人呢 其实每天会耗掉五千万个塑胶袋 这一年算起来就高达了一百八十亿个 如果用每个人每年平均去算的话 会用掉七百八十二个塑胶袋 然而这些塑胶袋的回收率 居然不到百分之十而已 甚至呢 有些人根本都不知道 干净的塑胶袋是可以回收的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以及WEF世界经济论坛 都在今年提出了警告 就重量来说 到了2050年的时候 全世界海洋当中的垃圾 就会比鱼还要更多 在报告当中告诉我们 每年呢 有八百万吨的塑胶垃圾 会进入到海里头 等于每分钟 就到进了一辆垃圾车的量 这么多的塑胶进到海里 到了2030年 排入到海里头的塑胶量 相当于每分钟 会倒入两车垃圾车 到了2050年 更是每分钟就到进到了 四辆垃圾车 这么多的塑胶到海里 而甚至呢 2050年的时候 海洋当中的垃圾重量 可能就要比鱼还要更多了 这就是现今海洋的面貌 湛蓝清澈不再 放眼望去 全是塑胶袋 目前海洋塑胶垃圾已达1.5亿吨 可怕的是 再过34年 海洋里的塑胶 将比鱼还多 难以置信吗 实际出海走一趟就能体会 钓杆拿起上钩的不是鱼 而是塑胶袋 随意丢弃的塑胶袋 因为材质特殊 并不会放在海洋里的 会马上被分解 它需要5分钟 製造这个袋 5分钟 使用这个袋 使用这个袋 5分钟 然而塑胶袋 分解过程中 会裂成细小碎片 变成食物大小 刚好被动物吃下肚 这些塑胶废弃物 包括容器 光碟 牙刷等 不仅毁了自然景观 连动物也受害 塑胶对动物的危害 有动物和塑胶共存 把塑胶当作栖身处 也有海鸟 海龟 被塑胶袋缠住致死 严重影响生态 工碟是一位世界上最 popular的材料 而它的使用 已经增加了20倍 过去50年 跟价格只预算 在未来的年代 根据世界经济组织报告 95%塑胶包装材料 只用过一次 还有使用价值 却被人直接丢弃 等于一年浪费约 800亿到1200亿美元 我们在使用 剪装剪装剪装 我们在使用的袋子 也认为 海鸟是一个问题 我们全是一部分 我们都可以担心 塑胶污染 充斥 你我周遭 人类则无旁贷 下次使用塑胶制品 别只贪图方便 而赔上地球生态环境 现在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的实验室 正在开发更新 而且更缓缓 存保的一些材质 甚至还有人发现了 能够分解塑胶的细菌 我们该怎么样 能够永续生存在这块土地上 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